吃包 来 吃包 来 吃包 好 好 来 吃包 来 吃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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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来 来 一般大熊猫从国外回来都会经过隔离检疫和适应期 然后再与公众见面 隔离检疫的时间一般是一个月 因个体的差异 每只大熊猫对新的环境 气候 食物 饰养团队等方面 和适应时间是不一样的 根据福宝的适应情况 我们特地安排了一个适应过渡期 就是到环玉园身后一段时间 环玉园可以接触到更多的饰养园和其他大熊猫 而且每个眷舍之间都有交流窗 是可以与铃色大熊猫进行声音气味等方面的交流 也更便于饰养园们观察记录福宝的适应情况 这样就有利于福宝能够尽快的适应这个大家庭 总体来说福宝目前的适应情况良好 就是这次不小心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有一点点 我们下期见